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卡地亚的Tank就没什么特别 甚至有不少人以为它只是一只女装标 不过在我心目中 卡地亚的Tank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因为Tank在外表上 其实是标界里其中一个最经典的设计 而在制标的历史当中 其实它也是非常罕有 要知道一个标款 可以出了超过一百年 仍然如此活跃 其实真是少之有少 今天跟大家看一只很特别的Tank 特别是什么 特别在于它出的时间真的很短 欢迎再次回到逆史Oloverse 卡地亚的Tank 虽然现在看上去外表十分斯文 不过其实它的设计灵感 是来自于大型武器 卡地亚的品牌创始人Louis Cartier 在1916年的时候 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当时看到新的武器 就是坦克车 他觉得坦克车的外形又粗犷 又霸气十足 而且他发觉围绕着车体的两边理带 可以帮到坦克车突破一些豪沟 是当时很厉害的一些利器 他按照坦克车的一些特征 在1917年的时候 制造了第一只Tank手标 同样的设计用了超过一百年 对到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设计都不会觉得有少少个过时 只是感觉到很classy 而今天要说的一只Tank更加厉害 因为这只Tank是去到他们85周年 即是2002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全新设计系列 叫做Divan 卡地亚当时是十分之重视这个系列 他们特意找了当年几个很出名的设计师和摄影师 帮这个系列出了一本catalog 而另一方面虽然卡地亚本身没有说 但深水清的标友就是五难鼓 其实这一只Tank的设计灵感 是来自另一只好有份量的卡地亚手标 叫Bengwar 2002年的时候 这一只的卡地亚Bengwar 就是90周年 可以先和大家看看手标的基本资料 标阔扩38mm 长度24mm 厚度8.5mm 坦白说这个尺寸不多件 不过我认为这个尺寸 无论你是手粗或手幼都会戴得很好看 可以看看标带 其实物料都挺大胆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因为它用了一个巨网的标带 而听说这款标带配到Divando 其实出了很短时间 平时不多说标扣 不过这个标扣我自己觉得做得很漂亮 首先第一质量很高 第二就是其实标扣很重 含金两十足 除此以外整个标扣的设计 其实也和标壳互相呼应 你看到它是做一个圆拱形 很漂亮 而且用起上来也很舒服 扣上面很简单地签上个卡地亚的字 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整只手标和以往的设计最大的分别 肯定在于手标的标壳 坦白说其实是一个概念上比较小的改动 不过由直到横 令整只标的感觉真的不同了很多 Tank原本是一只比较幼和收长的手标 变成水平设计之后 突然间变成一只看上去比较大的手标 不过这样 虽然看上去比较大 但这只标刚刚也说过 无论手粗手幼 大都不成问题 看近一点就看到 手标标面用了一个放射式的机械挑花 花形的纹路其实做得很仔细 低调、奢华 罗马数字就按着手标标壳的形状分布在不同位置 显示时间之余 也帮助手标标面做到一个很漂亮的装饰 时针和分针方面都用了这个蓝钢 整个感觉对于我来说就是好卡地亚 即使你拿开了卡地亚的logo 只要你有看开标的话 都可以一看就看到它是一只卡地亚 虽然我觉得这一只真是好标 而且不同手的粗幼度都照顾到 不过当年2002年推出的时候 反应真是一般 很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看不惯 始终这个手标的标型 跟大部分其他手标都不一样 虽然卡地亚当年很大力推广 不过始终成绩都是一般 Tank Divine 这个系列出了四年之后 即是2006年 这个标款就没有再生产下去了 而看回卡地亚的网站 它们也有一条关于Tank的历史回顾片段 不过都再看不到这个系列的身影 虽然这一架坦克没有打赢这一场仗 不过变相令到这一只标更加罕有 新的一年我认为市场的注目 应该会慢慢更加多留意正装手标 而说到正装手标 又如何可以没有卡地亚呢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只Tank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 很罕有的同时 在二手市场其实也不是太难买到的 不过买的时候就要留意 因为这一只手标有分大小 亦都有不同的金属 亦都有分石鹰和机械版本 在我手上这一只就是XL版 它是用了黄金和机械版本 我自己对这条巨网带充满着中外 不过如果你觉得太浮夸的话 我会建议你配一条黑色或者红色的皮带 带出来其实都会很classy和dressy 今集的介绍来到这里 鼓励你们都将你们对卡地亚和Tank的想法 分享给其他标迷 而不经不觉 逆时已经做了差不多一年 未来我们真的有很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不过真的很需要你们的支持 看回数据 看逆时的朋友只有30%有subscribe到我们 如果你真的喜欢逆时 又想支持我们 简单地按个subscribe和like的button 就会帮助我们可以继续做多些好的内容 顺便去到我们的description link 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 那里会分享一些收藏家的珍藏 标介动态和我们一些制作幕后花水 喜欢这段video希望大家会like share和subscribe 提提你们 你们在看的是逆时 all of us